歡迎大家收看時事,我是Thomas 講講十年之前 可能有很多人還未相信中美競爭的結果 很大機會是中國贏 不過其實十年前你猜不到 其實有些人在三十多年前 你可以說是元學家也好 當然是未來學家也好 一位的人物就是台灣的管理學家 他在九十年代就去大陸那裡講學 留下過的視頻 就是講到其實他斷然中國 未來就將會再復興 領導回世界的 那他叫曾慈強已經過世了 現在的視頻就在YouTube看到的 都很多人拿出來講 他講到1984年就是一個甲字 一個甲字就是一個六十年一個週期 他說從那時候開始 中國已經顯露了他復興的勢頭 不過大家是感覺不到的 那他整個視頻我也有看的 十七分鐘 十七分鐘左右 那他解釋到就有一些回顧 就說 1950年代 美國是最頂成的時候他們的管理是最出色 當然他是管理學家 當然是首先在管理那裡設入 那美國管理是相當優秀 你知道二次大戰美國的海軍陸軍 空軍也好 那個管理的經驗也是來自企業的 那也都後來打越戰也是 更加是蜜蘭馬拉 他今天是NBA來的 NBA 就是哈佛的NBA 他也是用這個企業管理去到戰場 那50年代美國式的管理是澎巴天下 但是70年代日本就是冒起了 但是日本不是跟美國的方式的 日本人走日本式的現代化 例如注重品管 這個根匯 根匯意思是由下而上的一個決策層 決策或者是反軌方式 就是根據日本的社會結構 去改進他們的效率 所以日本式現代化 包括這個終身僱傭 變成很成功 所以日本的管理 真的又開始凌駕於美國 美國開始衰退了 為什麼?因為他打越戰 還有加上石油毅經 開始不是說能夠可以完全是 好像往式那樣強盛 根據曾氏強這樣說 好了 他講的其實都是常識 1990年代說回50年代的事情 70年代的事情就是常識 但是他提到 八四年是中國的國運開始 這一刻真的是生命 很多人覺得中國最多 可以叫做小康 中華文明可以再度領導世界 這件事就沒有人敢說的一定 尤其是受過西方教育的人 一定不會說 如果你是全部中式教育的話 你這樣說人家就說你是民族主義 就是能夠達到小康 能夠好像日本和德國 這樣的水平已經很足夠了 你不要說挑戰美國 你不要說挑戰 如果八十年代 如果九十年代這樣說 但是八四年有什麼苗頭呢 這樣說回就是 新年的第一個工作 就是1月2日 新聞聯播就是出現了解放軍的畫面 報導他們是認罪是加強備戰 其中第三手我國第三手航母 福建號就出鏡了 大家知道就在2022年 福建號下水的時候 就有很大的施工爬梁 兩個遮住 遮住那個電池彈射的軌道 那現在拆出來了 清晰可見 彈射的軌道 專家說呢 就應該很快就服役了 真的說得及了 2024年是公認 是全球的地緣政治 一個會有很大變動的 可能出現劇變的一個年份 因為很多選舉 中國最關心的選舉 就是台灣的地方選舉 以及美國的大選 那麼很多變數出現的時候 第三手航母帕 就是台灣能夠入列 覆益 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為什麼會有航母呢 說回1984年1月11日 當時海軍司令劉華青 他在工作會議說 海軍現在要搞航母 他在催促海軍要搞航母 但是他又知道他們很多困難 因為國家的經濟不容許 甚至到了90年代 都不希望可以建立航母 不過是吹奏 一定要有決心 要將航空母艦製造出來 為什麼這麼迫切呢 他在兩年之後 他又在北京裏面 說回海軍的戰略的時候 他說怎麼說 他說 建航母對海軍有什麼好處呢 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呢 去解決台灣和南沙問題 就是南海 問題是起什麼作用呢 這些需要計算 總的來說 一定要有航空母艦 才能夠保持到這些地區 我們的國家安全 要花錢 花多少都要做 尤其台灣問題 是有戰略意義的 不能夠將台灣 從中華民族分離出去 很明顯 福建佬 為什麼叫福建佬呢 就是對台灣有很大的意義 法西田已經說了 你說口說而已 但是終於2024 我們看到第三手的 我們自主研發的這個電磁彈道 就是叫做很鮮迅的行動 出來了 那麼這個呢 也都看到說 咦 國運真的似乎不是好過 也都有一真事 他說 1984年真的很多苗頭 再看一個 真是很神準 1984年《人民日報》 頭版一位年輕人 是穿上軍裝的 很年輕的工程師 那麼他就發明了第一台的 空氣壓力天平 這些是一些儀器來的 那麼中國儀器工業很落效 只有幾個法律國家可以生產 類似這些這樣的壓力天平 那麼這位工程師是哪位 原來就是任正非 那麼他的新發明 是填補了中國的 義氣工業的空白 那麼他也拿到很高榮譽 1984年這些 其實都只不過一半而已 這些又不是什麼 可以令到中國科技有什麼大突破 我只不過是做到不錯的一些的 下平項目而已 如果你84年就感覺不到 這位年輕人 原來可以改變 改變中國的科技產業 任正非現在他領導那個華為 不單是快支領先 連快支芯片都不受美國的制裁 可以自主研發再新型的手機 也是向人工智能 以及電動汽車裏面繼續發展 2024的華為應該會越做越好 這個又是一個的 應驗了 在這個甲子 從1984年開始甲子 甲子分三個階段 每20年一個 一個叫上 就是 頭那20年叫上緣 中那個叫中緣 最後 去到2044年 那段時間 應該叫做下緣 每20年一個階段 現在已經去到中的階段 已經看到 正如曾經所說的 2024年 已經是很決定性 很關鍵性 但是也有很多變化 這個年代 我再說 還有一件事 1984年9月 中國推了首 第一部自行研製 新能源汽車 不過是太陽能 就是走的方向 哪裏還有人搞這個 太陽能汽車 不過那時候就是 摸索新的方向 很多民間的科學家 或者技術家 學校都很印刷 為什麼中國很想 在汽車方面 是有特殊的 燃油車一定是追不到對手的了 那當時是一個風氣 後來1992年 錢學森這位著名的科學家 就是兩彈一姓之虎 他去信國務院 副總理周家驊 就說建議發展電動車 當然不是搞太陽能電動車 他很清楚指出來 就說要搞新型的電池 相當之準確 1992年的時候 他就說馬上要做這個新型電池 一定要迎頭趕上 再不做的話 你就真的沒有機會 因為日本、德國、美國都已經在做了 果然如是 中國就馬上就是 走近方向 2023年第四季比亞迪的銷售 是超過特斯拉 現在首次是超過特斯拉 也都是令到大家覺得 中國汽車年代 2024年應該會有更加強的表現 因為不僅僅比亞迪 中國有幾十個牌子 七十幾個牌子 頭十個都很有競爭力 加上中國汽車技術的板塊 如果中國在2024年開始 霸佔到世界的 汽車強的地位 那就會令到我們一定會 他的信心跨越了所謂的 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就是說我們不會是無以為計 不只是做這個細節工廠 因為汽車工業可以打動很大的 其他的供應鏈 和很多板塊的一起發展 2004年就是上月 中國已經是成為了世界的 經濟第二位 就是在上月 在上月 就是頭二十年已經有了這個成就 並且力吹美國 2024年 所以進入中原期 中間有很多變數 估計西方會這個時候 會全力反擊中國 壓制中國 曾是強當年說 過了這一關的話 中國的優勢一路會保持到下緣 這個甲子的下緣就是2044年 那你說過了這個甲子 中國是否沒有人走呢 當然不是了 你經過了這麼多年 中國式現代化已經是可以 作為一個示範 相信會更加國家 就是會追隨中國的道路 實現人類命運 共同體這個宏圓 反而言之 就是 甲子都可以分享一下中原 就是未來一百八十年 就是如果這樣說 趙樂觀說 未來一百八十年 中國那個 那個影響力 都依然起動 那當然了 不可能那麼遠 就是 我想未來一百年 中國依然是 應該是 好像美一樣 美國是統治這個世界一百年 而中國的影響力 我們不求霸權 我們的影響力 我們的因素 我們的中國元素 都會影響 未來一百年 這個就是 根據曾士強 曾士強的看法 而我也相信這件事 好了 新年新希望 但願而是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